记者红素金台北报道,选举倒数83天,高雄市长选举战况激烈,韩国于今接受Pits FM联播网扣扣早餐专访表示,对手陈启迈对外宣称会赢,但在他看来就是五五波,两人最后不会相差很多票。 韩国于更以吃地瓜比喻,解释自己每星期一两天时间到台北上节目是他的选举策略,一方面是可以阐述他的论述,更重要的是争取高雄市北漂青年支持,据他所知,北漂的高雄青年约有四五十万人。 同时周玉寇提出韩国于每个星期有两天在台北上电视、电台节目,韩国于经常往台北跑,还在台北101公布财经顾问团,被绿营攻击心不在高雄,应该去选台北市长。 民进党秘书长洪耀福还说韩国于的选法不像在选高雄市长,亦在国民党主席。 周玉寇也认为,韩国于应该要来选台北市,跟柯文哲交手才对。 韩国于强调这是选战策略,要争取约五十万北漂高雄人回高雄投票给他。 韩国于北上争取高雄北漂年轻人选票。 HIT FM提供,韩国于北上争取高雄北漂年轻人选票。 HIT FM提供。